好我們開始要做一些題目 我們前面跟你講過了 就是1等於QV嘛 就往裡面帶 該帶正就帶正 該帶負就帶負 記得Delta是後面剪前面 那你答案就會算出來 你就自然知道誰大誰小 也不需要去特別弄 他會自己會調整 好所以 他說有一個從A到B 然後呢要做工要做多少告訴你 幾庫人告訴你 他就問你說AV的電位差是差多少 然後呢問你誰要大誰要小 抽起來告訴我差幾伏特 1伏特 誰大誰小 A大於B或者是A小於B 你來告訴我就對了 OK 三庫人要做工九交耳 所以他有電位差是幾伏特 然後誰比較大誰比較小 要從A搬到B 要做九正 正的要做工九交耳 那誰大誰小 警車戰界問 誰會比較大誰會比較小 這位帥哥叫做21號沒有這個人呢 這個人叫做11號 11號 來 可愛大小姐 幾粒 你的答案多少 3 你的答案叫做不知道 請坐 請坐 1點Q1 A搬到B 後面減前面 B減A 然後呢 告訴你要做工九交耳 做正工就代正九 然後三 然後叼塔E 然後算出來 B減A是正的 所以表示B比較大 A比較小 所以三伏特 A小於B 如果是正式庫人做副一交耳 要做是副工咧 那A跟B誰大誰小咧 A跟B誰大誰小咧 A跟B誰大誰小咧 然後差幾伏特咧 差幾伏特咧 停車戰界問 我們找一位帥哥男 我們找一位帥哥男 叫做 沒有帥哥男 28號 28 28 答案 要有人說 負四分之一 負四分之一 那個 其實 我問你誰大誰小就不用負啦 沒關係 那誰大誰小 A比較大 A比較大 請坐下 後面剪前面 B-A 然後QV 然後呢是負工 所以負1 然後Q是正式庫人 算出來變成負的0.25 你的負四分之一 那就表示 B比較小 A比較大 所以只差 只問你大小幾伏特就是0.25 OK 這就是第二題 第三題如果是負五庫人做實交耳咧 如果是負五庫人做實交耳咧 這樣子應該是多少咧 五庫人做實交耳 這位大哥找的叫做No.1 1號 誰大 A A比較大 請坐下 A 做的是10交耳 B-A10 然後負五 然後算算變負二 負二的意思就是兩伏特 但是B比較小 所以它是負的 所以就是A大於B 第四題 那負二庫人做負八交耳咧 負二庫人做的是負八交耳咧 負二庫人做負八交耳 我們找32號 多少 4 4 誰大 B B比較大 B 請坐 做的是負八 然後呢是負二 所以算變成4 B-A是4 表示B比較大 OK 好 那現在那個類似 但是我給了一個值 給了一個A叫做兩伏特 那B會變成幾伏特 你就是Dial 我們講過的是Dialta V嘛 對不對 是電位差嘛 電位差 然後那如果這個二的話 那個會是多少 這個二那個會是多少 就這樣 跟剛才算法基本上是一樣 就是B-A啊什麼什麼之類就對了 OK 這個是 找一位 找一位 找這位叫做 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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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喔 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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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好 好 B-A A辦到B要做正攻 3交2 Q是1庫倫 然後告訴你 A當作是2 所以B-2 這樣1 1 之後算出來就是5伏特 算出來就是5伏特 OK 最後一樣 只是變成-6庫倫 然後做6膠倫 然後A算1伏特 那答案多少 答案多少 跟剛才基本上是一樣的 基本上做法想法是相同的 並沒有什麼差別 並沒有什麼差別 那重點就是它是個電位差 所以差2伏特 那這個是1 那是多少 這樣子而已 OK 29 0 29 0 0喔 這麼奇怪的數字 0喔 請坐下 答案就是0 A班大B要做正攻 6交2 是-6庫倫 所以算出來呢 是B 然後那個是1 所以B-1是-1 所以B又是0伏特 這也是跟你講過的 就是帶1等於QV 這麼簡單就好了 正確的顯示 Δ1等於QΔV 後面減前面 然後呢 把數字往裡面帶 不管它是做正攻還是副攻 是正的庫倫 還是副的庫倫 就往裡面塞 答案就會出來 而且會自己會調整 你不用擔心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零試